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伤药 上次您用的伤药就是舅舅做的呀 那个 确实好 一般的还真比不了呢 叶舅舅还会做伤药呢 这个厉害呀 真了不起 真的 舅舅在这方面的才能 可以说是不输那些杏林大甲 妙手人心有了这个才能 也算是既是救人了 我觉得不能单拿科举和读书来评判的 取材了 照你们这么说 我这个弟弟确实是个人才 但没正经做过生意 万一 大甲 你放心 我们临家世代经商我自然是继承了一些这个天分的 不过说起这个天分肯定是我大姐更厉害对吧 那是当然 这母亲要是不被困在后院 出去做生意哪还有别人什么事啊 对吧 三哥 对啊 我 对 以后你们的铺子要是开起来 一定要多向母亲请教请教的 你们几个脑子里想什么我清楚着呢 别在这儿奉承我啊 这哪儿是奉承啊 那母亲就是最好的 对吧 三哥 对啊 是啊 母亲是很厉害的 别奉承我啊 二爷来了 您找我有事啊 我 我正好路过 那您忙去吧 我没吃饭呢 没吃呢 我让下人给您送到书房里去 那行 我走了 我让下人给您送到书房里去 五个月 一皜 一顿 八 九个月